大家好,我是家族江泰公 大家好,我是刘大胜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我这个迷你RV里头 这个我在我的节目里,你都见过吗 一个迷你RV里头,我跟大胜在这 喝点啤酒,要跟大家 我们在吐槽两件事 对对对,吐槽 煮酒弄英雄 所以现在有两个事儿 大事儿,咱今天跟大伙儿,跟观众儿 咱聊一聊 尤其是那个事儿 先来第一个,先改名字 改地名,改地名 这个事儿是轰轰烈烈搞了十天 现在也不知道咋的 停了,我国队的朋友说已经叫停了 停了,当时是打着这个,缺少中国人缺少自信嘛 你咱五千年的文化,你咋能起那洋名字呢 对对对 咱中华文化源源流长 汉字还不够你用 哈哈哈哈 起洋名字 从洋为外 问题是这个,现在 现在就是说是 我们没有消息知道 最后面 鼓着干这个事的人是谁知道的 这个我记得最早提出来的是海南那边的 是海南,但是中央为了 地名 改文化,就是地名文化 专门派了二百个独察下来 就是他中央经过培训了以后 派了二百个像类似钦差大臣到各省去推进这个事情 海南是最早搞的 哦,这不是说海南搞 而是海南被命令最早搞的 海南是最早搞的 海南搞的时候他当时碰 海南也是,我觉得也命被 他碰见一个什么呢 他碰见一个宁查 他第一个提出抗议的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酒店集团 维也纳 维也纳酒店集团 他在全国都有很多店面 光海南就有十五家 他就 他是最早提出这个 提出这个意见的 开一开 然后 全国各地搞了以后 大家就提出了很多意见 那你想吧,那比如说 你刘大圣以前你住的是 阳光麦哈顿小区 对吧 现在 阳光麦哈顿小区 那不光是你的小区改个名字 地名也改 那你的信息改不改 什么人号改不改 户口本 对 银行卡 信用卡 你的客户给你寄的资料 那比方说你还是个做生意的 你有好多商业信函 地图导航 地图导航 对吧 这一年串了 困难太大了 这只是说 是从这个 老百姓不方便上来说 对吧 那你最关键的 阿里巴巴改不改 也是从洋没有啊 也是外国名字啊 太爱从洋 而且从洋的是阿拉伯传说 还不是西啊 还不是西方 还不是西方的 那还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道 一千零一夜里头的 而且还是盗鬼 盗贼 盗贼的 你说他改不改 对吧 你想中国 中国的牌子 TCL TCL 完全英文 没有中文 那你要想 他们你要想到这个根源 就是当时 起洋名是国家倡导的 知道吗 就是品牌这一块 他当时是想把这个 产品走出国门 对不对 那我叫个中文名字 我叫个黄河彩店 那出去不好推广吧 那我要叫个TCL 对吧 告个康家 对是吧 对 那么这样的话 就引起了很多 那重阳也有重阳 重阳的媚外的 起了好多名字 多了 包括你爸店 什么 起一个英文谐音 你听啥玩意儿 那太多了 这些 对不对 而且是王府不能用 什么 皇家不能用 那就完了 可以说中国一半的地方 小区都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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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看到小区动不动 就是什么 御庭 什么什么庭 什么庭 这些都要改 所以当时那几天最好 最好玩的是 中国一个默默无闻的一皇帝 王莽 突然窜喉 就是谁敢 是不是 王莽穿越过来了 还是现在当今圣上 穿越到那个时代了 王莽就爱改名字 王莽穿越吗 对 他是在两汉之间 那个十五年那个朝代 短命的朝代 他上去以后 他觉得这不好 那不好 到处改名字 现在老百姓终于看明白了 原来王莽是席地穿越回去的 或者是王莽穿越回来了 西皇西皇 这这个事儿闹得狠狠几句 也就是十天时间 估计又 好像声音又小了 就停了 现在又彻底停了 各地都不弄了 各地我给我国内有好几个地方朋友打电话 我就说弄不弄了 说现在不弄了 最有一次 闹得最激烈的时候 我碰到那个几个 几个国内的朋友说是 我我送他们走的时候 我说你们注意啊 回家找不见 找不见你家了 哈哈哈 导航真的找不到了 导航哪来得及改的 还没改的 他就夭折了 这个就跟咱俩说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这些官员 就跟那个大妖精时代一样 人都无耻的很 他拿就是他那吹牛逼 拿最低的资本 去想拍圣上的马屁 马屁 对不对 所以才会出这些荒唐的东西 他这个就是有一点叫啥呢 政治不干 竞争虚的 那虚的就是好出风头嘛 他就是 你等于说我们圣上也喜欢干这种 比如说同样都是想搞这种 社会主义独裁 你看你看 老毛 人家就呆到家里头 不出去 对不对 就是我不出去 你这回韩国胡弄呢 那咱们现在习剩下 你看 屁股勾子 跟绑了火箭一样 哈哈哈 你这个想 他就 他就喜欢出国房 对对对 我这天就觉得这家伙是 屁股底下绑了两个风火轮 哈哈哈 就喜欢出国访问 对啊 那你就你一天跑出去 那国内这回王八蛋 是不是就给你胡弄呢 也许咱们习主席的思想 还有很好的一蓝图 底下就给你胡折腾 我觉得习总啊 可能都不知道下面小老百姓 正式生活 那他不知道 他看到的都是官员跟他展现的 老百姓的生活 是啊 他看到全是假的 全是假的 对 咱们说 我觉得这个老七七呢 就做的 比姜太公当年还不如 我那时候就发现 哎 我要是不管公司了 我出去喝酒去弄啥 连续 几天不去公司 这会儿就在底下 胡弄啊 对不对 最后发现 哪怕我就是喝酒了 我躺到公司 这会儿也规矩一点 那你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说 老七他跑来跑去 底下的人就是要急于去表现 而且他现在最那个 他现在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以前的干部都是GDP干部 GDP挂帅 GDP挂帅 他现在跟GDP脱钩以后 GDP是很难弄的 尽管是假的 那个也很难弄 比如说一个 一个干部到那个村里头去 见到那个 见到一个老汉 问老汉说 你们村的这个GDP是多 有多少呀 这老汉一说 一个G只有一个P 我还得去数一数 我不知道我们练去是多少个P 对不对 他就是要做这个假的 他还去把那个GDP的数一数 这个段子 这个段子真的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 你就先做假如说这个 这个老汉是个村干部 村支书 对不对 老革命 不懂这个GDP是啥 但是是不是 当上级问他 要你的 你这 你的村的GDP是多少 他还得一个个数一数 对了他最近脑袋里 朴素的想 一个G只有一个P 哈哈哈哈 那我们村有多少个GDP 我的村有数一圈 对不对 这个假的 之前人家说 中国的GDP挂砖了 至少还把楼给盖了 是 你就不管咋造假 那个东西 你的 你的 你的有行动才能有 有GDP 真是不好搞 他有 他有实物 都有实物才行 你现在这会吹牛逼的 就 就给你胡吹 你比方说 咱现在这个 改名字的就一风吹了 现在 哪个领导不知道脑袋一拍 上海垃圾分类 对不对 分好像四类了 分四类 干垃圾 湿垃圾 干垃圾 我倒是能懂 湿垃圾 这我就不懂 有毒垃圾 可挥手垃圾 有毒垃圾 我也能懂 紙巾再湿 是干垃圾 瓜子皮再干 是湿垃圾 这我不懂 不知道 我也拿 牛骨头 是干垃圾 鸡骨头 是厨鱼垃圾 不是 为什么会这样 什么领导开脑 分的 就整我们秀老百姓 还是为了表公 而且现在很多很多五毛很支持这个 现在弄了7月1号当天站 又是10天 整整第10天的时候 上海大妈全撤了 他以前为了搞这个事 发动了一批志愿者大妈 在每个垃圾站 在每个垃圾站去盯着人去去搞分类 相当于监督 相当于监督 而且指导 你比如说你刘大正 你去 你去垃圾站 你老眼就是 小童子你是什么垃圾用 哈哈哈 谁为你是啥垃圾 哈哈哈 然后10天以后 大妈全撤了 对 大妈是首先看明白了 这全他妈的胡者 哈哈 五毛现在还没有看明白 还说这是个好事情 要坚持 任何事情要过犹不及 你步子扯太大了 肯定是扯淡 哈哈哈 还有吧 你说这个分类 比如说是四个桶 对 前提是得什么 你就有四辆车 各拉一个桶 你不能一辆车 就把四个桶都给装了 那现在是 那都混了嘛 现在流传出来的视频就是 这么辛辛苦苦分了四套 哈哈哈 然后来了一辆 一辆垃圾 倒了一半 那跟煤分一样 这就是咱以前说的 逗你玩呢 哈哈哈 逗你玩呢 洗煤炭 哈哈哈 还有一种可能呢 可能呢 真的派来四辆车 结果这四辆车 拉到垃圾站 还是一个垃圾站 那这现在是肯定的 因为现在垃圾站 不是说光是个垃圾坑 就是现在的垃圾站 也有粉碎功能 筛选功能 也是一套 一套 一套体系的东西 嗯 这都是共党几十年攒的家底 你现在让它一变四 钱呢 对呀 你比如说 咱们以前打个打个比方 许家会有十个垃圾回收站点 一个站点就这么一套房子吧 对对 一个处理站 你现在分成四个了是不是 理论上就应该什么 有四个站 一个站点有四个站 然后有四辆车 对 专门处理 这边有四个桶 干嘛是这样子这样分 对对 一个管线过去 对对 四个桶 四辆车 四个站 四个站 然后配套的 四套人马 你看这人马一变四 钱呢 对 对吧 这个我觉得 这应该是领导一拍脑门 绝对是拍脑门 这还 他就还没有像咱俩现在 喝点酒 还都能把它想明白 哈哈哈 或者领导当时酒喝的也不够 没有想明白 你说对吧 这个你是一个最朴素的 你要对应过去 对对 假如说你不对应 你一车 你看这四个桶 倒到一个车里头 那肯定是不能再分钱了 那一弄多少栋混到一块 就是 就是你弄成四辆车 拉到一个站 兜成四堆 都倒到那 有啥用呢 还是混的 还是混的 最后还是混到一块 必须是一对一对应 所以 上海大妈喂啥车 让江太公想 就是看透了 这妈全是骗人的玩笑 都弄完了 罢工了 对不对 这个领导啊 他是可能呢 听说中国啊 经常会派领导出国考察 对 出国考察 咱现在已经世界第二大进去去了 对对对对 咋能丢那份儿呢 对 咱应该得垃圾分类 问题是他没想到 上海垃圾一分类 福建 好像福建近江 这地方的人发财 生产垃圾桶 生产垃圾桶 你看 领导有你这水平 你看 上面一说 底下就好 垃圾桶的 天可领导 你想 本来一个变四个 对啊 本来他以前 卖到上海去的是 卖一个桶的是 所以现在所有的 卖往上海的垃圾桶 要一边四 而且各单位是强制的 对不对 嗯 那你也想 卖垃圾桶 那个卖汽车的估计也赚了 对对对 卖垃圾桶的是赚钱了 那你也想 这到底是 还有卖垃圾袋的 也赚钱了 对对对 以前你家里头提一袋的下去 现在必须提四袋 必须弄四袋 对 那你说 那你治理垃圾分类的 最初的目的是啥 减少污染吗 是 污染里头什么污染最大 塑料污染最大 因为塑料不可降解 对 你比如说我这个厨余垃圾 我觉得厨余垃圾 有个啥 地上一埋 过两年都没了 就分解了 就分解了 因为你垃圾危害最大的 恰恰是 你现在 你 要大量生产的 塑料 是吧 一万年都不降解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本来是好意 这个厨余垃圾是保护环境的 结果你把这个垃圾 这个最最有害的垃圾 多造了四倍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也不叫你 他这不叫 不叫消解垃圾 他就叫创造垃圾 创造垃圾 创造垃圾 他就是没有起一点正面作用 对对对对 实际还是有负面作用 对对对对 哈哈哈哈 这个可不可以说 就 因为中国是 大家集体住在一个小区嘛 对 可不可以搞 在美国小区里面 多搞几个大箱子 让全小区人呢 人的箱子 那我觉得也可以 集中处理 因为不像美国 美国是平摊的嘛 对 每家每户 但是你搞多大的箱子 那你 你不能搞得比汽车很大吧 对对对 它汽车它拉走吧 对 再或者呢 普通大巴仙都忙着上班了 对对 你说了上班我还想起来了 它是早上六点到八点收 下午是 也是六点到八点收 你这两个时间段 就像上下班 吃啊 哈哈哈 哈哈 领导是不是故意就想折腾老百姓呢 哈哈哈 逗你玩的 哈哈哈 就马三立说那个像是 逗你玩的 这个事儿 这是连续中国出的这些 这真搞笑 两个奇葩事情 这确实很奇葩 还有啥呢 南方不是闹水灾吗 对 据说有一条河的滋流 湘江已经决堤了 后来又堵上了 结果呢每年吧 遇到这种大灾大烂 领导都得视察 总书记下去啊 意思一下货贵手啊 对不对 结果今年习总去内蒙古视察了 哈哈哈哈 不是 习总现在 习总现在实际你看啊 我现在 我现在就是从上面来 从分析来说 他是大权在握 但是他有的事情 你像咱俩想 他干了一些事情 也是不太着调 对不对 那你说 你要到最关键的地方去 那现在那个地方 发水灾了 掘梯了 对啊 你要那个啥嘛 不过他可能 他可能不想去吧 他以前说是 去看那些都是草包嘛 就以前呢 以前那个 不是抗洪江泽民 跟李鹏抗洪灾的时候 谁去都把那堵住了 李鹏一去就堵住了 李鹏是最大的草包嘛 哈哈哈哈哈哈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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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双关 一语双关 谁去把那口子都堵上 李鹏一起啪堵上 哈哈哈哈哈哈 老秦他现在 我觉得他最丢的 那个事情就是啥呢 就是说 在他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最丢的就是 你香港事情 你看他当时我想 党中央这时候 是想强行通过这个法的 但是现在香港人一闹 通过不了 现在没信了 最起码是 你现在通过不了 现在没信了 对 他就一格制 这个事情 你别看还开创的一个 先例 先例 老百姓 所以我还建议是 在中华人民共和的 国的土地上 先例 还是唯一一次 唯一一次说 能够让政府退悟 对 能让政府的一个法律 不通过的 这还是唯一一次 你想想 光是一个高速公路 一收费 闹了多少年 最后人家 人家党中央一句话 先开始底下 还有好多人说 这个应该取消 那个应该取消 最后党中央一吹定音 高速公路应该收费 不但要 不但现在要说 将来还要说 那谁都悄悄了 对 对 对不对 所以香港这个 香港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唯一的唯一一次 那这个估计与香港的国际地位有关系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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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因为香港 它可以说是东西方的十足口 对 交叉口 对 它应该说还不能说完全是一个东方的城市 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与香港的地位有关系 对 这个是他 还有咱们还可以再 还有一个 嗯 还有一个 我觉得也值得值得咱们吐槽一下 就是 中国的教师 现在已经正式要给教师体罚权 处罚权 中国教师 小学吧 小学到初中阶段 可以 而且细则也细则也出了 就是 体罚 体罚什么 第一个 这个 器具 为中国传统的戒尺 戒尺 规定的竹质 长80到100厘米 宽 三至五零米 厚 零点五零米 这是使用戒具 打 手心跟屁股 男生能打手心跟屁股 女生只能打手心 他还有这么个规定 然后 手心最多打三下 屁股最多打六下 我的天 然后 打到 这个标准是 打到不出淤血 为标准 然后 打的时候 需要三个教师在场 不能当着同学的面打 专门的体罚室 要最少有三个老师 就是在这 这是细则 还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从来没 那就是 他就是 入学前 入学前 你家长要跟学校 签一个 同意书 对 同意书 同意体罚书 就可以到 你到医院去看看 医院去住院的时候 要你贴责任书是一样的 医院那个做手术 重大手术要提起一个 亲属要牵质 是 大概意思就是说 如果死掉了不负责任 是 现在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现在就说 就这个你可以 你可以上网 你年轻吧 我觉得你应该关心一下这个事 你回去上网查一下 教师承介权 教师承介权 对 这是 让江泰公说 这是复辟 那这种体罚 是不是咱 回到从简那 咱以前小时候批的是封建社会的东西 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了 中国现在这些底下的官员到底是想让我们习主席到底是干啥的 这也很难闷 这个就是 哈哈哈哈 我感觉吧 可能这习主啊 也不知道老百姓在干嘛 那这个不知道 因为就像袁世凯的呢 袁世凯当皇帝嘛 叫什么呢 看报纸 那个报纸就是他好像熬自自己编的 哈哈哈哈 就那一份 就给他看 哈哈哈哈 他自己看 人民都拥戴我当皇帝啊 开心的 实际上外面的报纸天天骂他 习总啊 也有可能是自己看看手机 看看报纸 都夸自己一名伟大 哈哈 那这个 这个我想他肯定是看到是假的 我们以前 以前这个 以前不是报纸的这个虚假广告比较多吗 嗯 报纸在发行的时候 他比如说他就 有的报纸比较厚那时候 那时候报纸比较火的时候 印三叠 ABC叠 印三叠 比如说是 假 打个比方出了 三十版 十版一叠嘛 嗯 然后他给这个 政府部门只 只投 只投前两叠 不投第三叠 让领导看不见虚假广告 哈哈 你想那个时候都这样弄的 啊 对 特供版 也不说特供版 就是我不投 我不把那个内容投给你嘛 你现在看 你洛杉矶时报是不是一后谈 对 对不对 我把那个我把专门登 什么医疗医药广告那个他 我就不给你政府投放 哦 对对对 知道吧 选择性投放 选择性投放 让你政府看到都好了 当官的看见都是 对对对 哈哈哈 多少时间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今天就这样 跟大家就再聊几个 嗯 嗯 希望大家喜欢 是 我们的节目 嗯 欢迎大家在下面多多评论 怎么办 对对对 好的 好的 包括大家呢 就比较关心的那些热点的话题啊 都可以在下面 可以在下面 给提示 如果说 如果我们有相关的一些资讯 我们也会做一些评述的 对对对 那就这样 感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来